共享基金會和柬埔寨王國衛生部 在昨日正式啟動在柬埔寨王國 波羅面省消除白內障致盲項目 柬埔寨副首相印蔡莉 全國政協副主席、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柬埔寨王國 特命全權大使王文天出席項目啟動儀式 他們為已完成手術的病人揭開沙布 讓他們重見光明 梁振英表示中簡建交已經有六十多年的歷史 共享基金會希望透過改善柬埔寨人民的生活質量 以強化及促進兩國友好關係 GXFoundation是一個中國公司 建立在香港公司 並努力提供 國際醫療和公共的健康 使用國際醫療的支援 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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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RAC是最主要的一種 避免的障礙者 尤其是年齡者 可以用簡單的治療 使用患者的治療 使用患者能夠維持自己的獨立 使用歷史的確認識 並施行社會和經濟的參與 中方長期在衛生理醫療領域 同柬埔寨開展合作 提供協助 幫助柬埔寨改善醫療衛生條件 這些都受到柬埔寨社會各界的 廣泛讚譽和歡迎 梁振英副主席高度重視對解合作 在完成磅審消除白內障製毛行動後 又來到了波羅編省 這是藉型中解命運共同體 核心要義的生動體現 期待該項目 為柬埔寨更多白內障患者帶來光明 基金會派出兩部設備齊全 可以在20分鐘內 完成白內障手術的流動眼科手術車 及中國廣西藏族自治區9人醫療團隊 為柬埔寨國人民進行免費白內障手術 共享基金會致力響應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倡語入面的共享精神 以開展人道救援項目 基金會將會在未來三年 在當地免費進行一萬宗手術 長期提供醫療援助 都知道了 在打招呼 追訪